哈喽,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,杨子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演员,他主演的欢乐送亲爱的热爱的,香蜜沉沉静如霜,余生请多指教等作品都获得了口碑与收拾的双丰收。 杨子先前的仙侠巨大作《沉香如泄》《沉香重华》,收拾爆棚但评价两极,但杨子在《沉香如泄》中的表现还是不俗的,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。 但是,纵观杨子境界连接的戏,他的作品几乎大都是古装仙侠剧。 据悉,杨子自己也想跳脱形象着急转型,近来传出他新戏将与《孟华路》成小搭档,主演现代剧《灯火通明》。 消息传开后,不少粉丝都很期待两人强强连手机档出的火花。杨子自小出道,从家喻户晓的童心,因主演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的下雪被观众熟知。 2006年,凭借主演的都市局场女性剧《欢乐颂》,提名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,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,第23届上海电视界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,被南部娱乐周刊评为90后四小花蛋之一。 曾经她是那个鬼马精灵的下雪,是天真别扭的少女胡香香,如今的她不再幼稚,已经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气小花。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杨子是童心出身起点高,长命之路里应一帆风顺,殊不知杨子这一路走得有多坎坷。 大雪毕业那一年,杨子接到一部戏《战长沙》,《战长沙》虽然没有火,但是这部剧在豆瓣评分高达9.1分,获得了极好的口碑。 就在人们以为杨子风光得意的时候,杨子正在陷入一段困难迷茫的时期,她没有戏拍了。 人们不知道的是,《战长沙》这部剧是别人不演了,她才临时替补的,确实没有人找杨子拍戏了。 后来,杨子在采访中透露因为她长得不够好看,连宋丹丹都对杨子说, 闺女,你这长相以后当不了演员,因为你不够漂亮。 2016年《轻云志》也播出,但是的播出效果不尽人意,而且有网友发现杨子整容了, 这一下子就像炭火扔进水里,一下子沸腾了,杨子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之中。 杨子饰演的陆雪奇没有被观众认可,反而招来了一些嘲讽,更有人拿着整容的事情攻击她。 《轻云志》之后,杨子开始了自己的仙侠之路,其实那时候的杨子已经没有选择了, 再不改变,她只能去手撕鬼子的抗战片里演村姑农妇。 就像她在采访里透露的那样,杨子表示,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去拍《轻云志》, 可能早就消失在娱乐圈了,在《轻云志》之前我是没有任何戏拍, 只能去演一些农村戏战争戏,很多粉丝都觉得我演仙侠剧可能会不太好, 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的窘迫,真的,你没有办法不去改变, 我也没觉得我演仙侠剧丢人,而且仙侠剧真的很难演,事实证明杨子真的做到了。 凭借着纯熟的演技,杨子一路从小配角苦熬到现在的炙手可热,流量女王地位, 她拿手的戏剧类型像是古装仙侠剧,香蜜沉沉静如霜,甜宠爱情剧余生请多指教都大红大紫。 然而被视为转型大作的女心理师,却在口碑和收拾反应上都没有达到她以往作品的巅峰, 盛传杨子交与陈小强强联手接眼灯火通明。 该剧讲述,国外留学回来的资深心理学专家李云, 联手原名号卢安,林柔等心理师帮助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, 重拾美好生活的故事。 最关键的是,灯火通明的主创班迪十分雄厚, 该剧的编剧朱莉曾参与过女心理师的创作, 监剧是眼而幽则倒的尔东生, 她倒戏风格细腻有层次,想必会大大提升该剧质感。 从剧情来看,灯火通明跟杨子的转型大作女心理师很像, 不过,前者是以心理师为主的全项剧, 而后者则者重重在女主角贺顿一位心理师。 粉丝对此也很期待,认为杨子在女心理师演过类似的角色, 这次在灯火通明里再度挑战, 饰演心理师肯定手到擒来。 网传当主角已定下陈晓, 对于陈晓的实力,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, 陈晓就像是一个充满惊喜的盲盒, 每次打开都能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 她这几年演技大跃进, 从那年华开月正元沈欣怡, 再到孟华路的顾千帆, 再到冰雨火中的吴振锋, 不仅颜值耐打, 演技一次比一次精湛,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愉悦的视觉享受。 选剧本也是谨慎出了名, 这次陈晓在《灯火通明》中首次饰演心理师, 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, 肯定都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,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 这阵子杨子都在赶拍古装新剧《长相思》。 片场花絮照流出后几乎都获得好评, 新剧《长相思》的挑战性也很强, 它改编自《童华》的同名小说, 而当年爆火的《步步惊心》也是出自于《童华》笔下, 豆瓣一举斩获8.4的高评分, 成为穿越剧天花板的存在。 剧传《长相思》由原著《亲妈》亲自对该剧把控, 剧情出现魔改的可能性大大减小, 自《洋子》走红后演绎过不少古装剧, 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 《沉香如谢》都属于S家大制作, 不过也有粉丝认为《长相思》虽目前呈现的质感不差, 但《洋子》合作的男演员卡位明显都比较低, 觉得有点可惜, 因此不少粉丝希望《洋子》与陈晓搭档的传闻是真的, 因为他们都是人气与演技, 兼具的一线大咖, 若两人强强联手肯定会带来许多精彩有趣的看点, 当然也有网友质疑, 《洋子》是不是除了拍古偶就没戏可拍了, 不可否认的是大爆剧总是出自于古装偶像剧, 哪个男女演员想要飞升, 不拍古装偶像剧都绕不过去, 杨幂如此白露意识如此, 况且洋子不是没有尝试过去拍其他种类的影视剧, 女心理师就是一个典型的尝试, 转型这件事说起来简单, 实施起来却颇有难度, 不仅是演员自身想要转型的意愿, 也与团队考量投资方要求有关, 一个演员转型, 态度是一回事, 有没有剧方愿意给合适的本子就是另一回事了, 所以纵观娱乐圈不少演员都想转型, 却要重复这些以前雷同题材的剧也见怪不怪了, 况且近些年, 演员不仅要考量演技实力, 剧方投资方也将其商业价值, 粉丝年性等作为选剧依据,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发现现在电视剧流量明星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, 此外, 改剧的男儿正在接触丁程鑫, 丁程鑫是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, 男子演唱组和时代少年团成员, TFBOYS的王俊凯王源伊杨千玺是他的师兄, 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, 2021级表演实验班, 丁程鑫的流量可以说不输王俊凯和王源, 也是时代军锋利捧的新一代, 2020年9月, 丁程鑫加盟腾讯视频导演选角真人秀, 演员请就位第二季, 在这部综艺里也是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评委和观众, 获得最受观众喜爱演员称号, 儿童生导演正是这档节目的导师, 儿童生导演发掘丁程鑫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男演员, 随后儿童生指导海的尽头是草原, 该片入围了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, 这部电影有陈宝国, 马苏, 阿云嘎, 王强, 罗逸纯领衔主演, 王楚然, 黄瑶, 白雨帆, 曹骏, 张明恩友情出演的电影, 丁程鑫也受邀友情出演, 虽然目前丁程鑫的影视作品比较少, 但是他的演技却很自然, 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, 网传杨子江和陈小丁程鑫搭档, 这阵容你期待吗? 快来评论去留言吧!